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大雄 今天要來教各位調音 在調音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了解幾件事情 第一呢 我們的音名分別是 C D E F G A B C 這個就是我們的Doriva Solacito OK 第二件事情 我們的弦 繃得越緊 它聲音就會越高 放得越鬆 聲音就會越低 OK 第三件事情 我們要來了解 每一條弦上面的音名 從第六條弦 也就是最初的弦開始 分別是E A D G B 再來是E OK 那每一條弦的音名 都是固定的 當然有時候會有降弦 或者是特殊條弦 那個不在我們討論範圍當中 簡單來說 譬如說以第五條弦為例 它應該出現的是A這個聲音 可是當今天我的弦 也許出現的時候是比較高 譬如說它已經到B了 那B這個聲音 是不是比A的聲音還要再更高一點點 這時候代表你的弦聲音過高 你必須要把你的弦放鬆 讓它回到A的位置上來 讓你的指針在正中央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 第四條弦 它是D的聲音 可是呢 你彈的時候它卻出現了C 或者是向旁邊有聲記號 這個是C 代表是你的聲音太低了 所以這時候你必須要把你的弦 轉緊 讓它回到D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那在調整的時候呢 我們的聲音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的誤差 其實你只要差異不要太大 讓它保持在正中央左右 一點點晃動是沒有關係的 OK 再講一次 E A D G B E 這樣就完成了調音的動作了 了解嗎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你到未來音樂來詢問喔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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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